好,各位球友啊 咱们现在看到的是球馆 镇馆之宝老师傅 迎战我们 上海 留学归来的 专业队的这个 小姑娘啊 这是一个小姑娘啊 双方先简单的进行一个热身啊 刚才我在和小姑娘的对战当中 已经零比三完败啊 作为我们业余的中年 大叔 人家正打热了 你上去的时候凉的呢 是吧 哎 面对我们这种半专业的 有的扎实基本功的 队员 啊 还是我感觉有些差距啊 尤其小姑娘这个中阳台正反手 这个 基本功啊 确实这个东西 你不不不扶这个东西不行啊 基本功很重要啊 好 双方呢 简单的进行一个热身啊 稍后呢 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这个这个比赛啊 给大家带来一个精彩的解说 啊 好 下面大战一触即发啊 比赛开始 我们看看 哎呀 老师傅先发一个迷惑性的上选球啊 冒高以后 一板暴死啊 好 我们看第二个球 一比零 又一个下选 又一个帽高 哎 车拐 这一比一 哎呀 小姑娘中阳台有个车拐球啊 看这个下选啊 哇 小姑娘这个球发的有点 有时候也转有时候也不转 还有点小迷惑性啊 二比一 没有 很从容啊 三比一 放发球 一比三 好 凶 正手冲一板啊 二比三 好 现在老师傅落后 一分 二比三 再冲一板 哇 直接一个反反弹球啊 四比二 放发球 四比二 冲高 直接一个侧身暴从 哇 这个球啊 五比二 嗯 打的老师傅 摸不着球啊 啊 五比二 啊 继续 推板 哎 这个好 这个发了一个不到什么拐球啊 让直接推死 三比五 放发球 再踩呀 这不应该啊 冒下二仗高没扣死啊 三比六啊 还是落后 机会球没打出来啊 哎呦 没打上吧 啊 六比四 没打上啊 六比四 现在小姑娘还是以基本功确实好啊 这个基本功确实是不是 你看 基本功很从容 七比四啊 哦 七比四 哇 步伐 我看步伐已经凌乱 八比四 不算不算啊 八比四啊 从来别着急 八比四 哇 又一本暴冲 天呐 九比四 小姑娘揭发球一看是酒精沙场啊 基本上对我们这些发球基本上不触啊 都发都能发的很好啊 哎 挑一个打白边上了 九比五 发球 嗯 这球就掉一个嘛 十比五啊 十比五 还有一个 冒高 哦 这是这是一个不转球啊 人家的这个就是下拳和这个半转不转有点迷惑啊 你容易冒高 有时候来个下拳你戳还容易下网啊 第一局结束啊 咱马上进 好 现在我们进入到双方第二局的一个比赛啊 有我们本馆得高望重的老师傅啊 迎战上海放寒假回来的高中生啊 目前是上高中啊 在上海这个高中同时也是这个 同时也是这个练这个乒乓球的啊 好 我们找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视角啊 几比级老师傅 一比三啊 好 现在比分一比三 我们来继续欣赏这场比赛 又一个冒高 刚才 又一个本球 你看这球法 他这两个偷直线我刚才也吃亏了啊 偷特别好 这是一个插网 嗯 这个还可以啊 漂亮 哦 打到了白边上啊 好 这个有一个小失误啊 给你搂起来 扣你一下 哎呀 放第二本高球的时候 老师傅没有逮好弱点啊 打到了手上啊 又冒高 又 又 又是一哭啊 就是他这个 这个如果说一个下 这是下拳 这个你看见没有 这个下拳的就厉害了 他一个动作 发出一个下拳和一个 发出一个下拳和不转啊 确实这个 还是有一定的确实有一定的东西啊 这个发球上 好的 发一个小上拳 哎 哎 帽高以后 扣一把啊 又帽高啊 哎呀 这吃发球吃 又是一扣啊 没了 好 三举两胜啊 三举两胜老师傅落败啊